1、2、3 泥地里挖宝 看着不起眼 农户却称它是金马蹄 像金子一样 让我们赚到钱 让家家户户都是赚到钱的 在我心里来说就是金马蹄 刨出的马蹄满身泥不好看 削了皮却让人馋 咖啵脆酸 在天天削个马蹄丝 给它有多汁 它打开马蹄销路 还让次品马蹄变成宝 让农户每亩销售额 达到1万多元 金黄黄的 真是地下环境 金哥哥 金燙燙的 开心 它用马蹄加工新产品 提升马蹄的附加值 复工率非常高 在日常我们每天都有 几百万个销售 走 一起到广东乐昌 挖宝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贡富经 先给您看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 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 应该不陌生 可北方的朋友们 那就不一定能认出来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东西学名叫比起 俗称马蹄 什么味道呢 我也来尝一下 口感很脆 也很清甜 有点像咱们平时吃的梨 非常好吃 您瞧 别看它外表不起眼 表皮上全是土 个头呢也不大 可是在广东省乐昌市 农户们都称呼它们是 金马蹄 到底有多值钱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一天 肖志平的基地 来了一群游客 大家都是奔着泥地里 藏着的一样宝贝来的 要想挖到这种宝贝 可是有窍门的 这杯子好大 一 二 三 先要用特制的工具 将土翻开 一 二 三 再用小锄头 将一个个宝贝刨出来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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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漂亮的 拉快点 拉 拉 往前拉 一 二 三 哇 这里有一个 瞧 瞧 肖志平给游客体验的时间 是一小时 挖到的宝贝可以免费带走 很多游客是第一次体验这种活动 大家玩得都很开心 别看这个裹满泥的东西不漆眼 价格可是不低 最高能卖到十元一斤 农户靠着种它 一亩销售额就有一万多元 刨出来的宝贝叫鼻器 俗称马蹄 一般生长在地下二十厘米的地方 每年十二月初成熟 可以采收 说到这儿 您可能要问了 马蹄有哪些吃法呢 马蹄除了可以做菜 还可以煲汤 还有一种更简单直接的方法 那就是把马蹄洗干净后 削了皮生吃 因为果肉是白色的 吃起来口感又脆又甜 有点像梨 当地人也把它们叫地下雪梨 嗯 好甜 酸不酸 好爽啊 好爽啊 吃一个想两个 想两个 哈哈哈哈 嘎烹脆 酸 坐在田里面 在田里面累了 然后在田里面 小个马蹄吃 甜又多汁 一累就坐下来 这水多减渴 这喉咙好干的声音 吃着 真是个下去好舒服 真的好舒服 马蹄不但好吃 也能给大家带来财富 现在当地农户都称呼马蹄 是金马蹄 马蹄看起来不好看 但是来说像金子一样啊 让我们赚到钱啊 让家家户户都是赚到钱的 在我心里来说就是金马蹄 好一个就是一块钱 哎 给我一块钱 给我拿一块钱 减一个马蹄等于一块钱 现在一斤马蹄最高能卖十元 种一亩马蹄销售额能达到一万多元 农户提起马蹄都乐得合不拢嘴 原来我们种马蹄都是一块钱 现在是十块钱翻了好多倍了 一某天能卖一万多块钱 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 金黄黄的 真是地下环境啊 金格格金畅畅的 地下环境 开心 别看现在农户种马蹄干劲足 但是十年前农户却看着马蹄发愁 那时候销售是难题 就算卖出去 美金也只能卖一元左右 一亩地销售额能达到一千元都很难 以前种马蹄 种到销不出去 没人收 基本上就是靠我们周边这几个县城 消化这个马蹄 同样是种马蹄 品种没变 产量也没变 一亩销售额却增长到了以前的十倍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肖志平是乐昌人 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当导游 可后来却返乡种起了马蹄 妻子很不理解 那时我们回来什么都不懂 哪怎么种啊 导游好不容易赚点钱 你回来干农业 万一失手亏本了 那怎么办啊 你图个啥 不光妻子反对 当地村民也不理解他的选择 他一个大学生 有城里面那么好的帮不上 反而回来我们乡下种马蹄 都在想不明白 我们在私底下都在聊他 肯定就又会倒回去上班 都在笑话他 别人的看法 肖志平根本不在意 他觉得家乡的马蹄品质好 种好了肯定有商机 您瞧这是马蹄的幼苗 马蹄在七月种植 长大十一月初把地里的水排干 十二月初马蹄成熟就开始采蛙了 2014年肖志平种了二十多亩的马蹄 因为精心管理 马蹄长势很好 肖志平到深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 租了一个门店 卖他的马蹄 可结果却出乎他的预料 那么一吨的话会亏到两百多块钱左右 我们是及时的止损的 我们在那一年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年 我们就不搞了 做的是亏的 肖志平是个卖马蹄的新手 没有老客户 销售能力也不高 马蹄卖不上价 只能便宜销售 一斤也就一元多 最后算算账 不但没挣钱 反而还亏了三万多元 那么我们刚刚开始去 拿下去就能赚钱 结果去到的时候 我这只当时都亏了几万块钱 这个心理是说不出的一个滋味 心理落差确实也挺大的 这一次赔钱 让肖志平有些沮丧 可他不想放弃 他反复琢磨 销售不是自己擅长的 自己专心种好马蹄就行了 销售要交给销售高手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第二年 他开始用新办法 一个市场 他找一位销售高手合作 这位高手还要符合这样的条件 我们要是这样子 我们基本上一车过去的话 就两万斤左右 那么两万斤 他至少的吞吐量 两天就必须给我卖完 要不然我也不会选这个点 他叫雷远斌 是清远市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经销商 肖志平在市场一打听 选中了雷远斌 把自己要合作的想法告诉了对方 雷远斌卖出去一袋马蹄 肖志平给他三元提成 本以为对方很乐意合作 结果让肖志平没想到 雷远斌一口回绝了 雷远斌为什么不愿意与肖志平合作呢 以前我们是专门卖这个柚子的 都不卖这个马蹄 因为这个销量太小了 那时候一天的话 总量就是10多20包这样 马蹄的话 柚子的话就一天都一两万斤这样 雷远斌以前主要卖柚子 少量销售点马蹄 改成大规模卖马蹄 他心里没底 肖志平想拿下雷远斌这个大客户 于是他又想了一招 为了刺激他 就是我们做了马一送一的这个活动 就是这一袋马蹄 我们卖一袋 我送一袋马蹄给他 还有我们给他的拥金10块 他就是大赢家 所以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 雷远斌一听合作条件很优厚 就答应了尝试与肖志平合作 因为肖志平送来的马蹄个儿大脆甜 吃起来口感好 雷远斌也有多年积累的客户资源 所以很快打开了销路 消费者对这些马蹄也很满意 过年你拿来做马蹄膏 大家坐在一起煮熟了就可以吃 口感还是很甜的 没有炸 我每年都要买一包的 这个需求量很大 他们都喜欢生吃鱼 然后就这个量就一直都往上增 现在一年可以买到50万斤到100万斤这样 雷远斌看到能赚钱 干劲很足 销售量逐年增长 之后肖志平用同样的方法 和广东省的多位经销商达成了合作 到了2016年7月 肖志平的马蹄还没成熟 就接到了100多吨的订单 按说肖志平应该很开心 但是他面对这个大订单却发愁了 马蹄采收季只有一个月 100多吨的订单采挖是个难题 每天挖的马蹄大概就是在两三里地 也就200多斤 挖回来周身背腾 吃饭的时候手都会抖 躺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以前农户挖马蹄是这样的 用这种铁爬翻土块 不但效率低 还非常累 记者现场体验了一下 我看您刚才说的是先 先在这爬一个缝是吧 是 爬一个缝 让它乘四方块 你别把这只脚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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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爬7.5斤 这种铁爬挖马蹄费时费力 该怎么提升采收效率呢 肖志平反复琢磨 那段时间只要一有空 就去地里看农户挖马蹄 一周后 他研究出来一个挖马蹄神器 您瞧 肖志平设计出来的挖马蹄神器 跟以前的铁爬不一样 首先是铁齿的数量变多了 其次 每个铁齿也更长了 最主要的是 还设计了一个脚踩的工具 配合着一起使用 一个支点滑轮 都是用一个物理的原理 用一个支点 那个科学家说的嘛 给我一个支点 可以把地球翘起来 那么现在这个滑轮的话呢 也是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我们那个推的一个强度 那么支点加滑轮的作用 好 那个人呢 就没这么辛苦 你看我们这个 给你送一下释放 为什么要踩上去 把它 它持下去你下面去 这里要够宽 够宽 然后它有受力 然后把这踩起来 它是很轻松 就把它搞起来的 您看 这样一翘 挖马蹄省劲多了 有些地块比较硬 肖志平就将挖马蹄神器 和挖掘机 结合在一起使用 这样一来 就能在采收季 挖到足量的马蹄了 一台挖机 带20个人 一天可以搞一某五天 那么这个小爬的话 两个人要搞一个月 就30天才搞一某天 那么这个的话 一个带4个 那它也要7天到8天 最后 这100多吨的订单 顺利完成 当时以3元一斤的价格销售 一共卖了60多万元 这让肖志平乐开了花 从乐场也走出勺光 从勺光也走出全省去 就抱着这些哪个信念 这个订单我们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马蹄卖出去了 肖志平很开心 他又琢磨起了另外一件事 这件事让他和农户 每亩销售额增加了将近200元 他到底干了啥呢 马蹄是农户眼中的宝贝 但是采挖中 一不小心就会出现损伤 肖志平让记者也来体验一下 马蹄埋在土里 采挖时时常会出现表皮损伤的情况 这样的马蹄就不好卖了 还有这种个头太小的马蹄也不好卖 农户统称这些马蹄是次品马蹄 挖腊的马蹄在我们农户手里 是创造不出什么价值 记得我刚刚开始种马蹄的时候 这个腊马蹄基本上是为了牲口 我们说的牲口是鸡鸽 鹅 牛 猪 就为了这个东西去 每亩地大约能出现400多斤 破皮和个儿小的马蹄 这些马蹄质量没问题 口感也不差 但就是不好卖 肖志平想变费为宝 让农户多赚钱 2018年 肖志平在村里干了一件怪事 他从农户手里 以四脚钱一斤的价格 收购了3万斤破皮和个儿小的马蹄 农户都很纳闷 这些不好卖的马蹄 肖志平为啥要收呢 当时他从我这里收马蹄 我赚的钱了 他能赚的钱吗 那个马蹄卖到哪个市场 哪边往哪边走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 我们都在想 他怎么能够赚的钱呢 这个话题我们都在传开了 其实在收购次品马蹄之前 肖志平就通过朋友介绍 联系到了佛山一家饮料加工厂 对方主要就是做马蹄饮料 肖志平把收来的破皮和个儿小的马蹄 卖给对方 让农户们增加了收入 肖种的马蹄 它是一个品质非常好的一个马蹄品种 胃盒特别鲜甜 就像水果一样 对整个提升我们产品的这个风味 都是起到很大的帮助 次品变费为宝 农户们都很开心 大家种马蹄都是刨出来以后 直接卖新鲜产品 当地有一个人 却在马蹄的深加工上动起了心思 他想让马蹄再升职 他叫龚建林 开了一家食品加工厂 主要做的是香芋扣肉和香芋肉丸 他一直在开发新产品 想提高市场竞争力 后来他琢磨 能不能尝试做马蹄肉丸呢 当时乐昌市还没有企业做马蹄肉丸 龚建林觉得这是个商机 但是他没想到一生产才发现 这事情没那么容易 给马蹄削皮就是个难题 工人销马蹄熟练了 速度也快起来了 龚建林将马蹄切碎 做成马蹄丁 再和猪肉拌在一起 马蹄肉丸就做好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马蹄肉丸推向市场后 消费者都给出了差评 原来一开始 马蹄丁切得太碎 马蹄和猪肉的比例也不合适 影响了口感 龚建林调整了切割标准 将马蹄丁宽度 从原来的0.5厘米 扩大到1厘米 再按照25%的马蹄 75%的猪肉搅拌成丸 新产品上市 为了打开销路 龚建林经常举办试吃活动 让消费者亲自感受 马蹄肉丸的口感 来 试一下 好吃 你新最好 凯 刘仙 热犬的土猪肉加热犬马蹄 嗯 冰锅热犬 不可翻译了 热犬马蹄真的非常好 成了 吃的最红锁了 马蹄的嗓子吃出来了 好Q弹啊这个 然后这个马蹄的味道呢 感觉还是有保留的 但是很经典 很爽脆 然后非常解腻 就综合了一下嘛 就好吃 改良后的马蹄肉丸受到欢迎 吃到嘴里能感受到马蹄的脆 肉丸也不腻 一上市就成了爆款 消费者十分青睐 一袋马蹄肉丸500克 能卖20多元 富贵率非常高 消费者对我们产品还是很满意 在市场我们每天都有几百大销售 通常销售活动呢 通常都会超过一千代以上 一天的销售 有了肖志平和龚建林这样的 一大批经营能人 乐畅的农户们 再也不愁马蹄销售难了 马蹄卖价也逐年提升 现在最高一斤能卖到十元 一亩销售额有一万多元 上万农户的钱袋子 因为马蹄鼓了起来 在我们百姓来说是 大多数人是动马蹄 买了小车建了房子 反正一年下来来说 十几万是不成问题的 像你现在手上拿的这个 大概接近一两种 在这个市面上 我们可以买到十块钱一斤 来个马蹄锡一块钱 还供不应求 人家现在天天都在忙着挖 把这个东西采取回来 然后卖出去 现在乐场马蹄的种植面积 增加到将近三万亩 以前大伙看着这些刨出来的 土哥的发愁 现在都开心地管他们叫金马蹄 销制品打开马蹄的销路 提高采收效率 还把刺皮马蹄变成了宝 龚建林把马蹄加工成 马蹄肉丸销售 提高了产品附加值 产业发展中 大家各出其招 提高了种马蹄的效益 一亩马蹄销售额一万多元 也难怪大伙会管 这不起眼的小东西叫金马蹄 打开销路 延伸产业链 土特产就能焕发新光彩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共赋经 我们下期再见 主持人